很久没有吃腌黄瓜了 最近黄瓜价格稍微便宜一些 所以我就买了一点 那今天做一个非常脆 而且还带点韧劲的腌黄瓜 黄瓜洗干净之后把根部去掉 然后给它一批四半 也可以稍微小一点 再给它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后找一个大点的盆放进去 我用的是三斤黄瓜放50克盐 再用手给它抓拌一下 让每一个黄瓜条上多沾满盐分 给它杀出水分 正好我这有一个筐子 然后拿一个重一点的东西压在上面 这样可以更好地腌出黄瓜的水分 锅内加入一碗生抽 一碗米醋 120克白糖 一把花椒 再来两片香叶 大火煮开后再煮个三四分钟 关火晾凉备用 煉了四五个小时的黄瓜条 底下全是杀出来的水分 我们把这些杀出来的水分给倒掉 再倒上清水把多余的盐分给清洗掉 要不然它会特别的咸 洗干净之后我们放在一个屁部内 把它包起来 带使劲把它的水分给攥一下 水分越少 黄瓜吃起来就越筋道 再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 上面压个重物再停留两个小时 这样可以把黄瓜条里的多余水分都给挤出去 喜欢吃辣的加点小米辣 多加一些蒜末 再把熬好的酱汁给倒进来 戴上一个手套给它充分的翻拌均匀 放了比较多的蒜 因为这样味道会特别的好 刚刚拌好的这种呢是比较脆爽的 腌一天再吃口感会更好 我是腌了一晚上 第二天黄瓜条就变得没有那么脆绿了 但是这时候吃起来口感是特别好的 咬一口下 去它不但是脆的 而且是那种带点韧劲的脆 特别的好吃 如果用东北话来形容它的口感的话 就是有点耿啾啾的 有时间你也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唯有美食与你不可辜负